会捕食鸟类的虫子P甲中丝 到底是什么来头 最大天敌尽是人类 你敢信吗 竟然有专门捕鸟吃的虫子 人们经常说 早起的鸟有虫吃 但是 大自然里居然还有一种虫子是专门吃鸟的 这种虫子不仅体型庞大 性格也十分的凶猛好斗 普通体型的鸟在它们眼里都只是猎物 这种虫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它们的防御力到底有多强呢 原来 这种虫子就是世界上体格最大的中丝 P甲中丝 P甲中丝主要是生活在非洲地区的 虽然光从长相上看 有点像我们常见的蟋蟀 但体型和防御能力可是昆虫界的强者 不仅体长达到了惊人的七厘米 而且还穿着带刺的铠甲 光是这一点就让很多想捕食的鸟避之不及了 除此之外 在遇上危险的时候 这种虫子还能发射出极其难闻的致命毒液 更是让很多动物都躲得远远 不敢靠近 P甲中丝的防御力到底有多能力 首先它身上带刺的铠甲 就是它防御攻击的最佳武器 那覆盖全身的甲鞘 不仅能够有效防止鸟类的不断捉迹 甲鞘上面排列整齐的尖刺 还能有效阻止其他动物的吞噬 简直可以说是双管齐下 但是 事情往往都是有力也有力的 坚硬沉重的外壳能挡住攻击的同时也会拖后头 拖着铠甲的P甲中丝 平时根本飞不起来 只能爬行 在遇上危险的时候也来不及跑 遇上体型稍微大点的动物 很容易可就被抓住了 难道这时候跑不快的P甲中丝就只能P甲等死了吗 当然不是 遇到危险之道跑不掉的它们另有了解 首先 长相凶猛的它们会进行恐吓 一边呲牙咧嘴地向敌人展露出自己锋利的牙齿 一边发出一种特别刺耳 尖锐的鸣叫 如果这招不顶用 它们才会用上自己的秘密武器 毒液气体 根据研究发现 每到这个时候 P甲中丝就会从前肢和腹部交界的地方喷出一种液体 这种液体属于有极强刺激的酸性血淋巴液 可别小看这数量不多的液体 这种浅黄绿色的血淋巴 毒性虽然不强 但气味却让敌人都避之不及 那是一种特别难闻的辛辣味道 甚至比臭屁虫的气味都难以让人忍受 不论是鸟类还是其他动物 一旦沾上很长时间都散不掉 因此很多动物都害怕 有经验的甚至一旦发现就直接吓得逃走了 那敌人如果不怕毒气的时候 P甲中丝又该怎么办呢 聪明的他们为了活命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时候的他们还有最后一招 装死 他们会吐出之前吃下去的食物 并且倒在地上 大部分天敌会觉得十分恶心 也不知道这个猎物有没有病 就不敢吃了 这样P甲中丝也就成功地逃过一劫了 作为昆虫的P甲中丝居然能吃到鸟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P甲中丝的烈食对象特别广泛 其中就包括鸟 但他们也属于欺软怕硬的一类 只敢捕猎体型不大的鸟类 非洲的道士红嘴奎利亚雀就是P甲中丝的最佳美味 这种鸟每次出去捕食的时间特别长 P甲中丝一旦发现成年的道士红嘴奎利亚雀飞离潮穴 就会立刻抓住机会 偷偷爬进潮穴中残忍的捕食鸟蛋和幼鸟 这个时候一旦被飞回来的成年亚雀发现 可就危险了 遇上一只的话坚硬的盔甲还能抵挡 一旦对方数量多的话就难招架了 很可能会直接从树上摔到地下 这个时候它们的血淋巴一旦被摔得溢出来 虽然可以吓跑鸟蛋自己也就危在旦夕 可以说P甲中丝偷吃幼鸟饱餐一顿 风险也是不小的 P甲中丝的秘密武器为何连自己也害怕呢 要知道 虽然毒液攻击百用百灵 但这是P甲中丝的杀手锦 它们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使用的 因为这种气体一旦发射虽然会暂时安全 但不久可能就会有灭顶之灾了 原来 P甲中丝是杂食昆虫 性情极其残暴的它们取食 捕猎范围极为广泛 不挑食 甚至连同伴也是 即便是在不缺粮食的时候 两只P甲中丝遇上了也绝对不会放过对方 直接展开厮杀 直到其中一只P甲中丝被另一只干倒 吃掉才算完 这种蚕食同类的生物可以说根本没有朋友 家人一说 为了自己能吃饱生存下去 全是敌人 P甲中丝这种难闻的液体味道特别的重 在吓退天敌的时候必然会引起周围同类的重 刚结束一场战斗的 它们很难再战胜一只战斗力满流的能力 很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杀生之火 所以P甲中丝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慎用绝招 P甲中丝虽然是昆虫里的王者 但遇上最大的天敌人类也难以逃脱 因为P甲中丝在大自然里天敌很少 繁殖能力又很强 而且喜事能作物 所以为了保护粮食 很多地方不得不进行人工补充 而且在很多地方 因为P甲中丝好动 同类相食的特点 会被人们捕捉买卖用来参加国斗并且进行赌 有一些地方的人甚至还喜欢食用P甲中丝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